屏東墾丁西海岸八月迎來 綠西龜上岸產卵 沒想到孵化期間 卻因為山陀兒颱風來襲 導致原本平潭的沙灘 堆滿大量的珊瑚洲石堆 以及雜物 讓海龜回大海的路途 困難重重 過半的小海龜受困珊瑚洲石中 可管處與海報署 機動救援行動 協助海龜脫困 大安小孩拿著手電筒 深夜在岸邊仔細搜尋 確認是否有小海龜受困 10月初颱風山陀來襲 導致屏東墾丁西海岸 原本平坦的沙灘 堆了大量被巨浪 打上岸的珊瑚礁集雜物 現在這些礁岩 成了阻礙小海龜 回到大海的天堂路 小心挖出剛孵化的小海龜 當地生態志工八月就發現 有綠溪龜上岸產卵 近期正是海龜孵化回大海的重要時刻 但颱風帶來的珊瑚礁石堆 不僅高低不低 還有許多空隙 可管處及志工十六號發現 有不少小海龜受困其中 小海龜在水桶中活力十足 救援人員從十六號深夜忙到十七號凌晨 協助受困海龜 肯管處及當地協會近期也將持續巡查 確保海龜都能順利脫困 回到大海 記者陳懷許正俊屏東報導